大家好,我是Trici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今輪英超,熱刺3比3打獲修咸頓 熱刺是在兩球領先的情況下被絕和 干地在賽後就直接開炮 在路轟熱刺球員以及整家球會 這個行為引起外界爭議 不少人認為熱刺應該要炒了干地 加力查亦表示干地應該是想被解僱 以此應該立即行動 加利利維尼在社交媒體表達不同意見 他就這樣說 很多人都說干地應該在今天早上就要離飲 但我會要他留下 令他做好自己的工作 不知名的 你也要留下 你也要留下 他就這樣說 這個人很快 那裡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